台中市的乌峰林宅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倩 台中市乌峰地區呢 有許多神劇特色的建築 像我身後的這棟房子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很漂亮啊 啊不喜歡喔沒關係 乌峰地區呢有許多神劇特色的建築 現在小倩就帶你們去看一看囉 GO 台中市的乌峰林宅 是早期台灣五大家族中林憲堂家族的宅園 現在已經被內政部列為二級古蹟 乌峰林宅建築群中有煞措、頂措和來源三個部分 頂措文晴雅致、下措齊白輝煌 來源浪漫悠閒 成全出清代古宅中不同風貌的美食和趣味 好我們乌峰林家總共包括八個區塊 第一個當然是就是林家花園 第二個就是將軍府 第三個就是大花園 第四個就是宮堡地 第五個就是草措 第六個就是那個儀璞 第七個榮淨齋 第八個就是景訓樓 歡迎各位來參訪 謝謝 在擁有武將之風的下措建築群中 宮堡地是清代福建提都林文茶的官邸 也是清代本省最大的官宅 大花園內有一座輝紅華麗的戲台 細緻的雕工 刻畫出當年的歷史風華 頂戳以景訓樓文明 建築格局作東朝西 是林縣堂的故居 在大廳左右巧妙地運用花瓶的意象 祝福著家人出路平安 紅磚黑瓦和牆面富貴的藍漆 呈現出古樸而優雅的宅地之美 在霧峰林家建築群中 最關為人知的來源就是大家俗稱的林家花園 當年林縣堂的父親林文青高仲舉人 為了孝順母親羅太夫人教養之恩 而建造了這座花園 並且以老來子彩衣餘親的含義命名為來源 目前這裡已經納盡了明台家商校區的範圍內 歲月亭、荔枝道、小錫池和紅橋五桂樓 是來源最受遊客歡迎的賞景地點 這裡是烏峰林家花園別稱來源 是日據時期台灣五大家族 烏峰林家孝親所建的花園 1911年梁啟超曾經入住在此 住在我背後的五桂樓 開啟了林縣堂文化抗日議會請願的置業 在花園裡面小橋流水 小錫池五桂樓矗立在花園裡 希望您有機會能親自來這裡體驗 離開了林家花園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 是另一個充滿建築特色的校園 亞洲大學 走進亞洲大學圖書館外的大廳 一尊霸國著名雕塑家 羅丹的沉思者大型青銅雕像就佇立在眼前 這是全世界25座大型沉思者的其中一座 也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座 在亞洲大學校園內 除了可以看到羅丹、楊英峰等 國內外大師的藝術珍品之外 仿羅馬競技場外牆設計而成的體育館 也非常具有特色 此外 創辦人之一的蔡長海 還特地邀請日本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 為亞洲大學設計一座藝術館 這座建築體三個正三角形組成 透過三角形的結構和設計 讓空間產生變化跟趣味 歡迎到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是一個開放式的花園大學 具有人文藝術的氣息 那校園主要以希臘羅馬市為主 那校內種植大量的花木 還有大片的草片 那我們的建築 主要的建築有安藤忠雄藝術館 有這個羅馬競技場 那校園有大量的公共藝術 作品 以巴洛克風格設計打造而成的 亞洲大學 校園裡的每一棟建築都具有獨特的魅力 大量的希臘圓柱和拱門的元素 再加上大塊的綠粒烘托出整體建築的美感 讓民眾來到亞洲大學 都有置身歐洲古堡的錯覺 在霧峰區裡 除了可以看到深距歷史情感的古蹟 和設計感十足的建築之外 還能在921教育地震園區裡 藉由切過校園和運動場的車龍浦斷層 和毀壞的教室等921地震移植保存 透過自然科學、人文和歷史紀錄三種面向 讓民眾了解到大自然的力量 並進而建立正確的防災觀念 我們霧峰的921地震教育園區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把地震這個龐大的力量 造成地景的一個隆起兩公尺多高的一個場景 跟人工建築的一個破壞的模式兩個 並存的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推廣地震防災教育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活教材 觀眾來這邊呢 不只可以看到大自然一個破壞的力量 最重要它可以來這裡走過一次之後 它可以知道怎麼樣建築一個安全的家 然後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呢 它可以因為它有適當的一個應變 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別人 在921教育地震園區裡 民眾可以藉由生動的導覽和有趣的多媒體介紹 在互動和遊戲的過程中 可以到地震和人類社會的關係 反省並重視天然災害的預防和救災措施 館內有一座地震體驗劇場 以輕輕影片配合地震平台的運作 模擬地震的搖晃震動 讓民眾體驗地震 並見識提示防災的重要性 許多家長們都會帶著孩子來實際體驗 和感受地震的威力 帶小孩子他們來體驗 有的921還沒有出生 有的921的時候他們還小 就因為這次當好有機會下來這邊 就順便讓他們體驗一下 來到台中市霧峰區 走一趟霧峰林家 亞洲大學或者是到知性的 921教育地震園區體驗和學習 這些兼具教育和娛樂的觀光景點 讓民眾在休閒之餘 也能夠在建築設計上 多一份情感和認識哦